如果說回想到一開始 我們主要要宣教這一步也是 也是在教會我們講到 天堂跟永生 我希望我不只是在講台上面 講而已 而是我的生命要跟我說 聖經上面所傳講的價值觀要 要有連結 對 就是這樣 我們問每個紀錄徒說 那妳今天願不願意去天堂 可能99%的人都今天會覺得說 我還沒有準備好 或者是天堂很好 但是只有在我準備去的那一天 才是好的 如果天堂是真的的話 那今天就是最好的 明天就是最好的 那所以如果今天月遲去了天堂 如果今天我離開我的孩子 去了天堂 那這個是更好的東西 這個是更好的東西 祝福 那天堂